做绿皮真累的真的 你们可能年纪轻一点的 小一点的可能没做过 特别说那种长途绿皮啊 你做完上车的时候 人是精神焕发的 下车的时候 跟打了几个通宵游戏的人脸色一样 直接垮下来了 萎靡不振 把对面脆皮多 来把一刀流吧 一刀流剑上好了 有的人还在执迷不恶活着 一刀流剑上 二刀流剑上 一刀流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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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藍开抓下,这也能抓得到 牛的 打完藍去反他哄好了 两级抓下,寡妇也能抓到 等他过来,打完后他应该到了 怎么能呢,烙一圈他可能在吃F6 一般寡妇喜欢刷F6的 逮到你了 把他换了吧 藏双刀把他秒了 他不A我,其实我好像也被寡妇打到了 那没事 这样子我们不亏,也吃了,人我也杀了 还打了一个闪现 算了呀 没赏现了 中路no fetch,等我意思不 三百块 加双buff 这艾克不单杀一波 这艾克五成戒指加要关 来来来来,没闪现了他 来来来来,没闪现了他 听过去,听到了 ع 。 看他来来来来来 可以直接打了 给他看到希望 对这样他才会绝望 等他过来抢龙的一瞬间再把龙打了 呀少A了一刀 不是少A了 我其实已经A出去了 但是他距离不够又取消了 直接回血了 他死了 给他吃个眼 眼 眼 算了 寒冰来了 不然这波孤立委员Q他就死了 刚才寒冰不来 我一个QA最多两刀他就死了 应该一刀就没了 这波睁眼钓鱼失败 散河蟹不要好了 给队友标记一下 主要这路线不顺 我们这波从下往上刷 刚好8分钟打先锋 这单Q跟孤立委员一模一样呀 真的 你要是群体Q伤害减一半的 单Q的话伤害跟唐蓝的单Q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啊 连机制也一样 旁边没有目标就可以了 当然塔例外了 这波刷一圈去上 刚好打先锋 华夫在上路啊 你难不打吗 那某好一谁 你死了呀 别怕别怕我在 两级反转 高原血统 123 孤立无援 看到没有直接死了 这波先不打先锋 他那个点会在上 蓝肯定没打了 这时候我们开启我们的透视 三百块 他能呢 你怎么来的这么慢 Q多Q 1 2 3 176 孤立无援 这也能打到蛤蟆 你跟我来假的吧 离这么远呢 这时候再回家 无论不就起飞了 下路抓人 不 AD好像被揍了 一个都别想走 艾克你确定不要吗 行吧 算他一码 这个线好像控不住了 帮他推掉吧 但是这样的可能会掉先锋啊 算了 班队友 掉就掉了 他这个线被控住太难受了 哎呀 这塔皮感觉还是可以吃一下的 但是这样可能会掉先锋啊 算了 班队友好了 那还是帮忙他 把这个塔皮收一下吧 不然这塔皮被队友 这个系统吃灰扣了 刚好给他拆掉两层皮 待会要是有机会的话 先锋再来给他冲一下 哎呀 我也 哎 才4级吗 这寡妇 10分钟4级 他这波如果能刹9级 他瞬瞬间升两级啊 哎呀 这Q不到啊 一个敢闪 另外一个也敢闪 可以的 看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月击单杀 这波啊 我7级 这个亚索9级啊 1 2 3 4 5 Q 左风 孤立无缘的Q 再两刀 看到没有 直接月两级 直接升一级 看到没有 刚好我们卡了7级的点 杀了对面 超过7级的话 单吃就没有这个经验加成了 这个前7级单吃的话 经验是有加成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 只要单杀的话 瞬间会给你提供大量的经验 两个人分经验反而少 少得比较多一点 再把限分拿了 我来了 我来了 这看我打完先锋这武器 啊 开完一个 一直一Q跳走了 好稳 瞧吧 这孩子吓的 来 这波 我的9级打9级了 现在 不是7级打9级了 等他分没了 亚索到了 来继续 故技重施 高原血统 他已经没闪现了 孤立无缘 1 1 2 3 蓝色 4 在AQ 孤立无缘 落地两刀 抬走 满血塔皮 这波 艾克有福了啊 见者有份 好吧 艾克运气不错啊 坦的拉前 700块 没了 一血塔没了 没了也有500块 寡妇 节奏断了 是这样子 前期还是要靠刷 他有等级就好杀了 不走的吗 这么嚣张 如果大好你们全都得死 真不走啊 那我 来了呀 我的大招 好了 高原血统 你还不帮AD挡子弹 你这种辅助就该死了 QQQQQ 这波的人吃塔皮算了吧 我去中路单杀好了 这波感觉 呻 不需要AD 我也能把亚首给它扛死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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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过 出来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残忍 等我把收集都买了 抽个奖 觉得我打不过不怕死的 可以送起你们的办卡了 现在送办卡抽500现金 办卡抽500 送办卡就能参与了 这会儿 没有这也没开吗 开一个 伸个两级啊 正在路上 七几档 七秒大招 来了 所有人都得死 哎呀 没底 等到我下一个Q 我刚才Q好落地A两刀 然后闪现出塔 很很潇洒的 刚才宝石大没好吗 可惜了呀 我就差一秒一秒Q就好了 呀这要是没被削的剑士好像确实好了 主要这个剑士五级的Q还是被砍过的 我都没打算走你们知道吧 我是打算杀他的 因为刚才就他一个目标了 我刚才有这个双重打击加个E 这不可能能活得下来的直接秒杀 打这种脆皮 现在我只要被动有两刀 一个单Q他必死 这单Q的话能打他800血 800血我们开E砍两刀 两刀加基础伤害加E的伤害的话 大概可以砍他一个156的伤害吧 这个点的话血才1300的 九级炉香甚至还更低 因为我们是双窗的啊 所以打这个射手英雄啊 基本就等于打增伤是一样的 先把寡妇给他秒了 这寡妇有晕 亮剑吧 我没Q出来 他这为什么还能晕倒 我感觉我应该赏砍他的 走过去的话险型了 被他晕到了 这Q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定要先刷寡妇 你看到没有这伤害 主要是他的W很烦 你不先杀他 他后手可以魅惑你啊 所以一定要先给他秒了 先秒了他就没魅惑了 而且我们这碰到的是菜刀队 知道吧 像这种AP英雄爆发都比较高的 其他英雄都是走持续伤害的 我们就怕这个爆发 持续伤害不怕 因为他如果不瞬间给我们秒了 我们杀人就能隐身了 没事 他已经死了 无理无缘Q 这一刀不就死了吗 一个Q就半血了 无一刀直接死了 看到没有 这波就没没给他魅惑住 这种一刀流剑神最最怕这个控制 我甚至觉得待会可以买个头戴 可以全杀掉 等着寡妇过来 他就只有一个石油人了 能过来 真不来吗 你们也吃的呀 是三级亚索 给你看个宝贝过来 他还带吗 他真带呀 那就 魔豪一谁了 这种东西就是毒瘤啊 这把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谁才是剑神 你的剑不行 我的剑才行 我改变主意了 不需要头戴了 直接来无尽好了 还有最后三分钟开箱 现在送半卡抽500 这我才十个人参与11张卡呀 怎么回事 你们看得太路迷了是吗 半卡都忘记送了 没关系 现在送还来得及的 有些可以参与一下 可以勾引一下 这我才11张卡 最后三分钟 妈的 没试验 我感觉这个灯不应该开的 但是不开 我又不知道他在那 这个就很纠结了 来了 一刀136的针身 你能看得住几刀 先蹭一下 等宝石大好了 他全都得死 还有你 带我上去 好带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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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分半开箱了 最后一分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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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30张卡啊 现在送半卡500 最后才